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的新聞當然就是剛剛我們在錄影之前 報導的新聞就是希格斯 這個Peter Higgs剛剛就高齡就逝世 但是這個題目我們覺得適宜的擺放的地方 就是在科學會錄 所以我們首先提一下 因為其實這個星期最大應該是這張新聞 我們在科學會錄講 這個星期的選材方面我們就比較特別一些 因為是不是有觀眾點唱呢? 也是的 而且也剛好有一個最新的消息相關報導 所以我們就把它們在今天又值得提一提 關於一些最新的宇宙學的發展 當然這些東西你會發覺 回頭宇宙學的東西 最後最後又可以回頭 跟一些粒子的東西有關 所以你說很適逢 有一些重大的突破之餘 也都有一些不好的消息走了出來 但是你會發覺這些這樣的學問 竟然是找到一個關聯的地方 我們稍後在科學會錄的那裡再回顧一下 Peter Higgs就是希格斯教授的那個貢獻 還有他那個有趣的發現這個理論的故事 這個星期其實就有承繼一下 除了這個禮拜的新聞之外 也有聽眾說在近兩三個禮拜以來 關於那個宇宙學有一些比較重大的進展 也有那些結果發表了在那些論文期刊 還有走進去那個普及新聞那裡 那現在台長你展示出來的這個新聞 應該就來自這個英國的《衛報》 其實都不止的了 很多的英文的媒體都有報導過這個 就是來自最近的一個 全天候的太空的觀測 我們就有一個儀器叫DESI 這個儀器 它是將這個天空上面 幾乎是所有它能力拍得到會發光的星體 就全部掃一次 它會在每一格的天空上面 拍攝固定的20分鐘 然後在那20分鐘裡面 就基本上將它那個格裡面 起碼至少五千個的天體 就將它拍了下來 它在一個很小的範圍裡面 拍到五千個天體的 就是變成了這些五千個天體 用我們人眼都不是看不到 但是用它們這個儀器可以看得到 經過長年累月的數據累積 就將全個天空各個方向 那個星空裡面的天體都拍了下來 裡面固然就是有些近的東西 有些遠的東西 有些可能是單獨個體的東西 也都有一些可能是一些銀河的東西 甚至乎是一些星系群 星系團這些這樣的東西 就可以將它拍攝下來 那麼這個項目的目的 就是做一個全天候的觀測 就嘗試追蹤一下 宇宙裡面的這些星體 或者這些這樣的銀河 這些這樣的天體 它是會以一個什麼的形式分佈的呢? 我們是希望將整個宇宙大尺度結構 詳細記錄下來的 所以是一個很重大的工程來的 現在在這個工程 就是拍攝了這樣的資料下來之後做分析呢? 就對那個宇宙學研究很有貢獻了 因為我們現在就想知道 究竟我們的宇宙的演化究竟是怎樣 尤其是在那個宇宙裡面那堆的物質 究竟是怎樣去慢慢去散落 分佈 重新凝聚 形成天體 我們就希望去更加清楚這個故事 而由這個天文觀察結果裡面 得出了好幾個都很令人震撼的一些消息 其中一個在這個新聞裡面有提到的 就是說我們現在現存的宇宙學的理論 是不是需要有修改的地方呢? 那有一些比較難明一些的一些術語 它說裡面譬如提到一些好像叫做暗能量的 這些這樣的宇宙空間裡面的成份 是不是不是一個常數來的呢? 會不會還可以隨著時間而改變呢? 那就是說其實這個意味著就是說 在我們現有的一個宇宙論的理論裡面 會不會似乎有一些我們過往認為不變的東西 其實它會是變的呢? 就是會不會就是說我們整個宇宙論 這個模型是需要有一些修改的地方呢? 其實就是這個研究其中一個很出來的結果 其中一個比較重大的一個Statement在裡面呢? 好啦 那我們其實講到這個問題要由頭開始了 因為整件事情我想最大的根源呢 就是為什麼會影響到我們對這個宇宙人呢? 是不是因為我們你看到是宇宙在膨脹中呢? 是不是最重要是在這條線索呢? 是啊 那其實我們問這些問題就是 我們從哪里來我們往哪里去 是不是? 我們看到這個宇宙它究竟處於一個什麼的狀態呢? 它是靜態還是動態呢? 它是自有永有 不知道有什麼東西弄了出來 然後永遠是不動啊 還是就是說它有開頭的一點 然後就是它會有一個以後的命運 而中間的過程是由一些物理定律的掌管 是不是這樣一回事呢? 這個又要看回台長你都記得我們提過很多次哈佛望遠鏡 是不是? 哈佛望遠鏡就以哈佛這個人來命名 哈佛這個人就是二十世紀初的一個很偉大的天文學家 其中它有一個很重要的貢獻 就是它去影一下我們地球周圍的那些星系 究竟它隨著它跟我們的距離遠還是近? 它的光譜那裡會不會有一些特別的變動呢? 然後我們發覺總體上來說 似乎越離開我們遠的天體 它發出來的光是越是紅移了的 如果加上我們對紅移現象的那個物理學的理解 我們就會結論就是說是不是越遠離距離我們越遠的那些這樣的星體 它是一直在遠離我們越快的呢? 然後我們是經過了幾十年 甚至已經是上到有一百年的時間 它不停地在天空上面影更加多的星體 也都的確發覺是有這樣的現象的 越遠的星體它發出來的光譜越是紅移的 正在對應就是越是遠離我們遠離得快的 所以我們就會有一個圖像認為宇宙是在膨脹的 宇宙未來是越來越稀疏 空間越來越大 也就是說過去它密度是密一點 還有熱一點 還有小一點 那你可以再推下去了 那就是說在最初最初的時候是不是只有一點那裡 就是膨脹出來的呢? 就是說以後我們會大一點 就是以前會小一點 以前我們不停地追溯到更以前更以前 那是不是最初就會有一個起點在那裡呢? 那這個圖像是得到驗證的 我們後來發現了那個宇宙大爆炸的遺跡 就是那個宇宙微波背景輻射 這個在一九六幾年代、七零年代已經得到證實了 現在我們還可以去追蹤這個宇宙 那個大爆炸流下來的微波背景輻射 去利用它來幫我們探知那個宇宙年齡 就是說那個宇宙大爆炸 我們怎麼去追溯回去以前 其實是多久之前發生的呢? 那麼其實呢 就是從這裡我們認識到宇宙是在膨脹著 宇宙它是有起點 宇宙它的年齡不是無限 那麼其實講到這裡呢 其實我們就已經有一個概念就是 我們可以問一下宇宙有幾大? 那麼台長你有沒有都問過就是 甚至乎你有沒有聽過宇宙年齡這個問題 那麼它大約的數字是多少? 有沒有聽過這些這樣的東西? 第一樣東西我首先要說 我們是一個唯物論者 我們反對的這個有神的 那如果你說宇宙是有一點開始 就是說有造物主 所以三天裡面這個被人拿去批鬥 那個邏輯就不要跳得那麼快的 就是有起點是不是有造物主呢? 這件事科學家不會認為是一樣的 紅衛兵會這樣認為 是啊是啊 但是那個宇宙的年齡呢 事實上我們那時候是問過的 我們好像節目裡面有講過 是不是應該有兩個版本? 是啊 那麼最標準現在就是說 大約一百三十幾億歲 問題就是說 到底是一百三十六億呢? 還是一百三十八億呢? 差兩億 小事啦 是不是? 但是其實呢 正正就是這種差異呢 已經令到我們在這個宇宙論裡面呢 已經是覺得有些事情 就要爭取得頭不壓裂的了 我們去計這個宇宙年齡的時候呢 我們其中一個的手法就是說呢 我們量一下這個哈佛常數 就是說我們真是看它的天空 由我們量到那些天體呢 來計其中一個參數叫做哈佛常數 那麼哈佛常數呢 你將它一除以哈佛常數呢 其實就大約就是等於這個宇宙年齡的數字 就不是完全一樣 但是就差不多那個數值的了 所以呢在那個宇宙學的就是我們的描述裡面呢 行內人很喜歡就是說呢 除了你說實際的 用年份來去講宇宙年齡之外呢 我們也都喜歡用一個哈佛常數這個參數來代表著這個宇宙年齡的 那麼有兩個數字有兩個數值的 那個單位我就嘗試讓我容許我不要提了 一個數值就是67 一個數值就是74 那麼你大約將一除以67再乘一點點數字呢 你就可以兌換了一個大約是138億這樣的年這樣的數字 如果你將一除74呢 你可以大約就將它兌換了就是136億這個這樣的數字 那就是說呢 其實我們現在爭論宇宙年齡 究竟是136億還是138億呢 其實那個的邏輯上就等同於 究竟那個哈佛常數究竟是67才對還是74才對 那麼現在很大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是 就是這兩個數值是由什麼方法得出來呢 是由兩個不同的實驗方法那裡得出來的 剛才我們提了 宇宙大爆炸有遺跡的 它有殘留下來的光的 這些殘留下來的光我們度得到的 就是叫宇宙微波背景輻射 就由1970年代一直反反復復度到今時今日還在度的 我們嘗試將它度得越來越準 連它上面那些小小的起伏我們都度了 因為只是度了那小小的起伏 令到我們能夠掌握那個宇宙的成份 以及宇宙的年齡可以更加準確 那麼由那個宇宙微波背景輻射的結果呢 我們得出來的數值呢 就是那個哈佛常數就是67 但是呢 如果我們用另外一些的方法 我們透過去量一下我們宇宙裡面 一些比較遙遠的星系 上面一些特別的星的品種 比如在一個整個星系裡面呢 通常就會有一些死的星 就是那些超新星 或者是一些死下死下未死得的一些星 我們叫做變星 那麼對於這些變星和這些新星呢 我們因為研究了很多 我們很清楚它的那個性質 比如說呢 好像那些叫做臨死的一些變星呢 它有個很特別的性質就是呢 它那個光度閃下閃下的變化呢 是跟它的質量呢 是有一個很硬正的關係的 所以我們基本上呢 能夠量到它的那個變化的周期呢 我們就知道它的質量有多少 甚至乎因為知道它的質量有多少 也都知道實際上應有的光度是多少 所以它就變成一些叫做標準燭光的東西 就是它已經由它的變化的周期告訴你 這顆星它的火數是多少 那如果它這個火數應該要是這麼多 但是我們實際量度到是暗了 那是因為它軟了 所以我們從這裡可以換算它的距離是多少 那所以呢 我們一方面是透過度那個宇宙微波背景輻射 它上面的性質來幫我們推演哈佩常數是67 但是我們同時間用一個完全獨立的方法 透過觀察這個宇宙上面 有些近一點 有些遠一點 去上面一些特種的升距的特質的時候呢 又可以報導給我聽 那個宇宙的大小和那個宇宙的年齡有多少 那所以在這裡呢 這兩個獨立的方法報導出來的數字呢 是不吻合的 以前我們不發覺這個問題的 因為以前兩個數字呢 67和74 實際上都是70左右而已 再考慮那個誤測 67正負6或者正負8 另一個就是74又是正負8至正負10左右 所以考慮他們的誤差範圍呢 他們的誤差範圍呢 他們的誤差範圍呢 我們會覺得是吻合的 一個67一個74 然後兩個誤差都這麼大 誤差範圍還要重疊了 那不要緊啦 甚至乎我的誤差範圍可以包你的數字 67正負8 那就是你一定是掩蓋到74這個數字的 那所以在以往呢 當我們讀一些東西 讀得沒有這麼準的時候 我們不覺得有問題 但是呢 如果大家就算看Wikipedia 都找到那個數字 你看到那個呢 現在近年隨著我們那些量度的精確度 無論我們度宇宙背景輻射 還是我們去度這些這樣的 不要哈佛望遠鏡 換上現在今時今日那個James Webb的望遠鏡 James Webb望遠鏡很厲害 他做什麼呢 就是幫我找這些變聲 度得更加準 所以他就是可以幫我呢 將那個74的數值呢 去那個誤差再收窄些 究竟還不是74正負8呢 會不會可以74正負3呢 那就由James Webb那裡 就得到一個最新的驗證 那就發覺是74左右 73、74左右 政府的範圍就更窄了 而同時間呢 我們量度微波背景輻射那些呢 也都是找到一個方法 可以量度得更加準 我們在2000年 2003年 有一個叫WMAC的衛星 到2016年 我們有一個叫Plank的衛星 他就是幫我將微波背景輻射裡面 計算那個哈佛上訴的時候 那個67的數值呢 那個誤差又收窄了 結果就是大家之間的誤差值 一收窄之後 就發覺大家已經是 互相不能夠容納到 容忍到大家的那個數值了 我認為67正負3 你認為74正負3 大家都不吵疊的 那個誤差範圍 是不是 所以呢 Hurbo Tension這件事 你也叫做哈佛張力問題 就是隨著我們近這10年左右 那個儀器 不同的天文儀器和技術 的精確度提升了之後 出現了一個新的問題 再加上呢 現在我們這個叫做DESI 這個儀器呢 它就是用另外一個方法 來幫我們去量度一下 這些天文數值 它既不是用宇宙微波背景輻射的方法 也不是用看那些變聲 好像James Webb那些這樣的方法 因為它是一個全天候 追蹤宇宙尺度結構的一個這樣的儀器 所以呢 它就有了它自己的方法 來去獨立檢視 這個67和74究竟是誰對的 那台長你覺得我們 需不需要留下節繼續分解呢 這已經有很多資訊的了 大家可能要聽一兩次才能消化 所以我留下一節回來 再詳細解釋一下現在的增長在哪裡 是 神秘的夜第一節 2022神秘的夜和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和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情 話說呢 在幾個月之前 就在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一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 大炒大賴說要下機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旁邊那個 就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機 乘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在這裏說 其實那個女人 其實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 坐在旁邊的 不過呢 是一個叫Shift Shifter 的東西 那 紀圖你怎麼看呢 這東西其實都不算是新的了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 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 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為什麼今天神秘的夜 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ift Shifter 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ift 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人呢 換句話來說 即是可能有些觀眾在看的 就並不是我和幾圖在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在扮演我們 在做節目 但是如果是這樣 就很糟糕了 有機會 人們就在追求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追求我們的節目 那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 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 沒錯 其實我和幾圖 就真的沒有合過 但是正正就是我想說的 其實呢 就有人扮演我們兩個 是不要緊的 最緊要就是 用YouTube平台 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 就會有通知的 好了 今天神秘的事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事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 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和阿企圖 對不起